这一幕剧传发生在美国芝加哥 几名黑人青年当街殴打一名白人男子 而男子被打的原因 剧传只是因为他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这段影片在网络上流传 白人男子是不是真的投票给特朗普 没有人知道 有人质疑投票倾向只是一个借口 暴徒只是借机抢劫 打人闹事 而这段视频也在网络上引起争议 画面中的女子在火车内对着拍摄者不断恶言相向 言语中充满了歧视中东裔美国人的言论 在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 各种类似的种族事件就在网络上涌现 尽管有人将责任源头归咎于特朗普 但也有说法指这样的纠纷偶尔都会在美国出现 未必和特朗普胜选有关 美国社会因为这场选举而严重分裂 有人在繁忙的纽约市地铁站发起了一项留言运动 让民众写下选举后的失望心情 借此达到输压和疗愈效果 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人利用便条纸写下他们的心情 并张贴在地铁站内 民众说这种另类的地铁疗愈既可以让人抒发心情 也可以展示美国人的民主精神 NTV7综合报道